上個星期重點是用conif函數 然後另外一個定義函數 定義名稱的一個方式 把跨工作表的資料先定義一個名稱 然後再來做查詢 所以這個還蠻重的 其他的話就是把資料做一個排序 就是把資料做排名 然後排名之後找出哪些是前期名的 比如說我希望格式化 當然主要就是把號碼的底色變成黃色 就是有個屬性叫interior 然後點color 顏色的話是RGB 另外把前期名列表 列表的方式的話當然你可以找到資料 把它放到F欄的第一名 然後另外一個是按照順序排名 這個相關的資料上個禮拜其實都有 在雲端白板上面 那今天的話我們延伸 就是請各位找到那個第幾個單元 第四個單元 雲端白板上面 找到那個第四個單元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這個打開之後 那首先的話呢這個資料 因為我在網路上查了一下 發現在那個有個網站上面 其實我本來是Google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網站 提供那個完整的大樂透歷史資料 發現那個關鍵字打大樂透歷史 剛好找到有一個網站還不錯 它這個網站叫樂透雲 OK然後你點擊之後 它裡面呢就提供給我們歷史資料 所以大樂透開獎紀錄這邊會顯示出來 那最近一期的話是 應該是禮拜五上禮拜五 那開出來的號碼是這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然後再上星期二有沒有 然後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然後再上上禮拜五 所以其實現在應該看得出來 應該規則應該是一個禮拜開兩次吧 我從這邊看出來 然後呢你會發現 他已經幫我們全部禮拜二禮拜五 禮拜二禮拜五全部都幫我們把它列表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 他這個資料如果我希望 把它全部都放到Excel的話 那會有一個問題啦 當然如果假設 你要把它用複製貼的話 那這邊有68頁 所以喔 當然不是叫你用塗髮鏈鋼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用塗髮鏈鋼的話 那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 你可能要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先點選第二頁 有沒有發現第二頁 第二頁就出來了 第二頁是再來是8月12號 8月9號有沒有 然後一直往下 再來是5月3號有沒有 然後第三頁有沒有 第三頁點下去 再來4月29號 也就是說他每點一個他就下一頁 那他其實沒有把所有資料都放同一頁 等於是說你變成要切換頁面 那會有個問題喔 如果今天我有個需求 我希望把那個1到68頁的所有資料 通通幫我放到Excel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喔 第一個你可能想說 那是不是用選舉複製貼上 選複製貼 那如果假設這樣的話 其實蠻浪費時間的 所以接下來你可能要學會一個叫爬蟲的東西 那所謂爬蟲 就是如果你今天資料通通在網頁上 而且是多頁的 不是只有一個頁面的話 那當然現在只有68頁啦 其實還算是少的 如果未來有680頁 或者6800頁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不會想要用人工的方來做 你光複製貼一整天都貼不完 OK喔 所以怎麼樣來做 那當然要了解怎麼爬取所有資料之前 請各位先觀察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會發現 如果你點第一頁的時候 請你看一下 上面這個東西叫UIL 這UIL其實網址列 有沒有網址 它的哪一個位置 你會發現 它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問號 那問號後面的話 這個叫參數 等於 第一頁是1 那如果我今天點第二頁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 這個網址 它只會變動哪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等於2 那如果今天我點3的話 那一直類推 這個網址 也就是說 它這個網址列 裡面有一個參數 只要變動 它就會換第二 就是下一頁 所以我只要寫一個回圈 所以你會發現 4i等於1到68 然後把這個變數 放到這個裡面去的話 那不就是可以 把1到68頁 全部都抓下來了嗎 OK 所以這個概念應該有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做 跟各位講 因為要爬取網路資料 Esser裡面本身有一些功能 但是呢 如果你要錄製聚集要修改 其實還蠻複雜的 所以我在那個雲端上面 有放了一個範本 因為我是覺得 你如果錄製修改太複雜了 所以我已經先幫各位 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先剃掉了 所以留下來就最很簡單的 上面有說明 其實從Web功能下載 錄製聚集再修改 但是有一些不需要的 我把原來是很長一串的程式 那我把它精簡化 留下最需要的部分 那你們待會 第一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Esser 比如說我先開一個 假設我最後做出來了 其實就是要把所有的那個 我先新增一個好了 空白的 然後把這個先關一下好了 假設你們待會 先開啟一個空白的一個 這個Esser 第二件事的話 就是把剛剛那個範本 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VBA裡面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並且把自殺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我大概放到14號次 然後把剛剛那一段程式碼貼上 第4頁這裡 記得從那個什麼 範例程式碼 底下 Sub到End Sub Ctrl C Ctrl V到這裡 那這裡的話 主要有幾個地方可能要變化 第一個的話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主要可以變化的地方就是 UIL 分號後面這一串 那這一串怎麼來的 我跟各位講了 把它delete掉好了 其實我是從哪邊 從那個 我們樂透雲 這個地方複製一下 把它貼過來的 貼到哪裡 貼到 分號跟雙語號中間 這邊把它貼上 然後Indage Page 等於多少 等於1就好了 OK 然後底下有幾個參數稍微解釋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 UIL這個地方 後面這一串 其實就是網址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這個Discination就是 那你將來下載的資料放哪裡 那基本上我們是放A1 所以如果你這邊給Range A1的話 他就幫你把它放到A1開始 好 另外的話 Web Formating 要不要那個網頁上的格式 要不要順便帶下來 如果不要的話 那預設我這邊改成NUM 不要 不要格式 所以呢 下載下來的東西 只會有文字 不會有格式 OK 那另外還有什麼呢 Web Tables 顧名思義嘛 網頁上面的Table 表格 然後呢 後面有個數字 第五個 那你想說第五個 為什麼是第五個呢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第五個來的原因是 第一個 你在上面按右鍵檢查一下 可能慢慢要習慣一下 以後如果假如你要學會爬取網頁資料的話 可能你要慢慢看懂那個網頁背後的一些原始碼 你背後的原始碼到底是有什麼構成的 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會幫你切到右邊 有沒有看到 右邊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它背後的原始碼 那當然這個原始碼看起來並不好理解 那其中的話 你大概可以理解一下 它這個地方 反正呢 開頭一定是HTML 這個是結束嘛 中間是Head是它的上面 這個標 這個上面的部分 頭的部分 然後body 那其中的話呢 我這個webtable 實際上就是表格標籤 那我怎麼知道目前 像這個表格是在第幾個表格 所以按右鍵 這邊 在日期上面按右鍵檢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如果我在這邊按右鍵檢查的話 它會告訴我說 我這個地方對應到的標籤是這個 那在那個網頁裡面 如果是儲存格是TD 如果列的話是TR 如果表格是table 有沒有發現 那它的標籤一定是小於開頭 小於開頭 然後後面加一個table 可是我如果想知道 到底我現在所在的這個table是第幾個的話 後來我想了一招 就是在按右鍵檢查之後 你按Ctrl F 在這邊按Ctrl F 這個地方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按Ctrl F的話 Ctrl F 其實Ctrl F 就是指的是尋找的意思 F是Find的意思 那你會發現這邊會多一列這個 那這邊有個Cancel 有沒有 所以你把它按Cancel它就不見了 Ctrl F 好 那尋找什麼呢 幫我找一下 這個網頁原始碼裡面 到底標籤 那個table有幾個 所以你就打一個小於 加一個table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這個指的是table的標籤 那在這個網頁裡面 它會告訴你 總共有7個 所以在這個網頁裡面 用表格 有7個 那你想說 老師目前我看到好像只有一個而已 其實跟各位講 以前table 除了顯示表格之外 有很多是拿來排版的 做排版用的 OK 所以有些地方 好像沒看到這一個表格 沒有 那我怎麼知道它排第幾個 那有個方式 你Ctrl F之後 先打這個標籤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它會總共有幾個會顯示出來 那主要 webtable就是它在第幾個 那我怎麼知道第幾個 你可以 這邊有個向上向下 你向下一個 按這個的話 你會發現 第二個在哪裡 它馬上會顯示出來在這裡 有沒有 那第三個下一個 第三個有沒有 第三個是這一個 整個框框 還包含上面這一塊 所以很多時候table 它有可能是 table 外面有個table 裡面還有table 它有時候是好幾層的 那我們要抓的是我們要的那一層 到底在第幾個 所以你看在下一個 有沒有 這個是第四個 那第五個在哪裡呢 在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是5 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現 我閃一下 這個地方 它會告訴你 哦 這一塊 所以以後的話 你那個webtable 等於5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位置剛好是第五個 所以如果你給錯誤的資料 它抓到的就是錯誤的結果 這可能要特別注意 我再講一下 這個可能比較困難 對有些同學來說 應該是比較默的 按右鍵 在這邊按右鍵 檢查一下 然後呢 按按Ctrl F 然後打一個小於 打一個table 那這邊會出現第幾個 你現在在第一個 第一個是上面 下一個 有沒有 它會 你們可以看 那個左邊的畫面 它會閃一下 大概會停留個 一兩秒鐘就消失了 那下一個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的話是這一個 第七個的話就下面 不過第六跟第七好像沒什麼分別 OK 所以第六 第七 第七好像是重複 OK 我們知道說它是第五個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地方就不需要修改 那所以 如果你將來要抓別的table的話 你可以改這個數字 你可以改改看沒關係啦 不過抓到的東西可能就不是你要的 你再改也沒關係 好 那接下來我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直接怎麼樣 幫我把那個網頁裡面的 第五個table的資料 幫我抓下來 確定是我們要的 可是問題來了 目前的話是抓什麼 今年的11月25號 有六個號嘛 加一個特別號 然後11月22號 那Ctrl向下 一直抓到8月16號 可是如果我要抓下一頁呢 那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抓下一頁你這邊可以 indage page什麼 改成2嘛 改2一下 然後呢 放哪裡 我希望放在91的下一個 所以是91加1 去變92啦 所以這邊改92 所以我改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這一個 一個參數是這一個 放哪裡的意思 那我就把它run一下 再run一下你會發現 他會不會抓第二頁的資料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他的第二頁就抓下來了 8月12號 8月16嘛 來一下 但是他有個缺點 就是這邊會多這個東西啦 所以待會可能要把它刪掉 這多餘的 好 那如果我要抓下一頁呢 Ctrl向下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Ctrl向下 追蹤到182 所以如果要放第三頁的話呢 那理論上應該把它182加1嘛 所以哦 再來下一頁的話呢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只要改這邊改3不就好了 然後這邊改的話 改183 就182加1就對了 然後再執行 第三頁又下來了 那問題不對啊 如果我現在一直改 一直執行 那要改67次 OK 所以哦 顯然這樣不對啦 所以如果說呢 我希望我不要一直改的話 那將來只要把兩個地方 把它變成一個變數就可以 哪個地方 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的話可以寫的 4i等於什麼呢 所以哦 你可以在第一行Enter一下 然後打一個 所以習慣按一個Tab鍵 打在這裡好了 第二行的地方 4i 有沒有這個應該前面寫 等於1到68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結構先打出來 然後把這個Wiz 到EnterWiz這一段有沒有 把它放到裡面去就OK了 然後並且 把這個IndexPage等於3 這個3哦 改成i就可以了 那怎麼改 記得哦 這個可能講到細節不要做錯啦 我想應該不太會至於會做錯 然後一般習慣放進去按個Tab鍵 表示說呢 它是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的 OK 然後這樣的話 底下這個我習慣把它Delize掉 把它接在裡 所以哦 我們等於是多加一個回圈 然後把剛剛的Wiz 到EnterWiz 放到裡面去 並且 把這個IndexPage等於3的3 本來1啦 沒關係 反而數字改成i 那改的方式還記得吧 你可以背口訣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end前後加空白 好 其實有做過啦 OK 應該有印象 好 那這樣的話應該OK了 但問題來了 現在如果說我放的話 我先把這個就資料先清掉 可是清掉的話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如果放第一個 它第一頁先抓好了 它就是第一頁先抓 所以i等於1嘛 沒錯 1 然後幫我抓下來 抓下來了 對哦 那可是呢 如果我在 下一頁的話 下一頁 現在i等於2了 現在i等於2 然後抓第二頁 可是如果還是A1的話 它會怎麼做呢 你看哦 refresh 它其實會抓 只是說呢 它會把什麼呢 我觀察一下 我發現哦 這個好像原來是第一頁 所以它會把第一頁怎麼樣 起到右邊去 然後第二頁呢 就放這裡 那如果在第三頁一樣道理 再把第一頁第二頁擠到右邊去 然後第三頁再放 那會造成怎麼樣 最後 最左邊是68頁 然後最右邊就是第一頁 所以變成橫向的 那不對啊 你想說老師不對 我希望不要橫向發展 我向縱向發展 那接下來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哦 第二個變數要變更的話呢 那應該改哪一個 改這個數字 哎 可是問題哦 有沒有什麼方式哦 可以讓它 當它 第一次跑的時候是1 因為第一次一定是放A1嘛 然後呢 後面第二次的話呢 就讓它向下追蹤 最向下追蹤 我前面有一直 寫過很多遍的啦 有沒有 Range A1 向下追蹤就是這樣啦 Ctrl向下嘛 然後取得它現在所在的那個列 的數字 現在是91嘛 然後因為下一個的話就加1就可以了 哎 所以那個該怎麼改哦 其實這個概念跟那個 之前的K蠻像的 有沒有 我們不是那個排名前七名 然後我們有讓K等於2 然後下來K等於K加1 可是這裡不是K加1啊 因為加1 它不只加1耶 它加很多耶 所以哦 你只要把那個K等於什麼呢 向下追蹤加1比較好 所以寫出來哦 其實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個也是後來同學 腦筋轉移要說哦 老師這個地方 這個1哦 我可以把它寫在 跟上個禮拜一樣 K等於1 然後把這邊改成K 那改成K你不能直接放進來哦 這樣會變成一個文字哦 那你要放的話 記得哦 哎 你可以 因為它剛好這個1哦 是在這個文字的最右邊 已經 它不是中間 如果是中間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串接 有沒有串在中間 這個叫串在中間 如果它是最右邊的話呢 你很簡單一個方法 直接怎麼樣 把1 delete掉 後面加一個串一個K就可以了 寫這樣就OK了 這個叫串一個K在右邊 不過我發現好像這個同學 有時候還是轉不過來 沒關係 你先知道一下 然後慢慢去體會一下 我發現可能有的同學 大概隔幾個禮拜 終於動物了 老師我終於懂了 OK哦 剛開始一直都卡住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個原理很簡單 因為它剛好是在 這個文字的最右邊 所以最右邊的話呢 串一個在右邊就好了 你說老師那這個左邊的部分 因為它已經沒有 它就串在右邊就好了 它後面沒東西你幹嘛串 你想說老師 那我以前的做法這樣 串一個空的 那你串一個空的在這幹嘛 那沒有 你串一個沒東西 那等於是空氣嘛 你旁邊就沒有了 你最後一個了 你還要串什麼東西 這個地方就不需要了 所以呢 假如說你還是不太懂啦 其實它的改法 你也可以照剛剛這樣改法 就是雙引號兩個 有沒有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加一個k 然後把and的符號移開 但是得到的結果會怎麼樣 會變這樣 多一個這個東西 OK 那其實就可以delete掉 各位懂不懂 好啦沒關係就先知道 因為我發現這個地方 大概90%同學都會卡住 暫時有一點不太能理解 不過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思考 大概先到這裡 我再把它delete掉 反正就end的k就好了 如果你暫時 沒有辦法馬上能夠 這個了解的話 你先先背起來吧 先記下來好了 OK 那我們ok之後的話 接下來 底下的話 當它下載 下載資料是這一行 那endwith就是結束 所以在endwith下面 乾脆再打一個k k等於什麼 k加1嗎 當然不是 之前我們是k等於k加1 那你可以把這個k改成 向下追蹤 還記得吧 向下追蹤是什麼 把游標放在A1上面 range 刮弧 A1 向下追蹤的話就點end 有沒有 點end的話就是kntl 向哪個方向 前刮弧 它會出現 向下 向左 向右 向上 那我們要是向 下 所以xl down 然後後刮弧 然後呢我想知道說 它的列在哪 它的列在第幾列 所以就點弱就可以了 ok 那我是建議啦 這一行敘述 最好可以把它背一下 因為這個太常用到 ok 而且這個考試也蠻常考到的 因為剛好 就是今天的話剛好 後的話 馬上可以亂亂看了 所以改完之後 我先把它先清掉 然後我們來跑跑看 那理論上應該這樣執行 它就會一直轉有沒有 然後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是68頁的全部資料 kntl向下 就會有6164列的資料 就會在幾秒鐘的時間內 全部通通下載下來 ok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會爬蟲之後 你應該回不去了 沒有人喜歡慢慢call Cntl-C 而且今天做完 明天還要再來一次 Cntl-C Cntl-V Cntl-C Cntl-V 但是你會發現現在企業 真的還是很多人 每天都在Cntl-C Cntl-V 為什麼 因為它不會爬蟲 它不會爬蟲 就是每天都要來一次 但是說真的 怎麼會有效率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的重點1 就是會在雲端上面 這邊有個範本 你把它複製貼過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修改一下變數 我主要是增加這個for回圈 然後改這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再增加一個這個 這個A1 把它改成m的k 然後上面是初始值 後面是向下 讓它下載一個之後 變換它的位置 OK 試試看 給它盡量自己打一遍 假設你打過之後 其實就會慢慢很熟悉了 那很多東西 可能一下子沒辦法體悟的話 可能多打個幾遍 你會發現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程式是這樣 真的 有的時候其實主要 當然 因為這個邏輯思維是電腦的啦 所以有的時候 你沒辦法馬上理解 大概也是正常 因為你的人腦跟電腦 畢竟它的思考的模式 絕對是不同的 所以有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說 可能轉個翻吧 或者說 假設你一下子沒辦法體會 像我以前的做法這樣 反正我先記下來 然後我有空在思考 可能過一段時間 終於懂了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OK 盡可能就是用理解的 你理解過之後 以後打程式就會 自然而然 你就會覺得 是大概怎麼變化啦 OK 試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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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